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港股少反彈,週一恐慌病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微升了131點 收報23484點 成交是1224億 今天彈131點 為甚麼都叫做小微的反彈呢 最主要原因 昨晚道指反彈了1300多點 即是港股升幅的10倍 但今天恆子就升得很少 這個原因可以說是有幾樣 第一,本港的疫情數字反覆 現在又傳了 會不會是港府立例 不是立例,或者行政命令也好 不可以超過四個人一起聚會 傳聞有些這樣的事情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周一恐慌病 過去三個星期 每次都是星期一 就出現1000點左右的跌幅 今個禮拜,又到星期五 你想想,投資者都是有記憶力的 記憶猶新 連續三個禮拜,到星期一就要跌1000點 今天當然有沽貨,減遲 所以很正常,今天追不到美股的升幅 大家先看看恆生之數這幅走勢圖 看到了 3月9日這一天,跌了1106點 3月16日,星期一,又跌近1000點 跌了969點 然後3月23日,星期一,就跌了1109點 連續星期一,都是黑色星期一 去到星期五,大家可能又會擔心 星期一,會不會又跌1000點 事實上,現在道指期貨又跌500多點 所以,今天升不上,跟不到美股 是有原因的 就是周一恐懼病 好了,恆生指數,又是否真的那麼差呢 從這個技術走勢來看 是有些回穩的跡象 首先,在3月19日 見底已經走過了 一個假日日,兩個假日日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假日日 即是有六個假日日,有些反彈 當日最低的時候,就是21,139點 收也是21,709點 現在就上升至23,500左右 今天最高其實見過23,700點 即是反彈了,都有1,000多,2,000點上來 反彈了這麼多上來 其實有些回穩的跡象 MACD,今天是首日出現MACD 星川的訊號線 這也是一種回穩的跡象 暫時來看,仍然當它是一個紅市反彈 即是保守起見 千萬不要這麼快樂觀 畢竟外圍的疫情都正在爆 香港的疫情也有反覆 擔心第二波的出現 所以不樂觀說一定是 這個已經是跌了 牛市重臨 不要這樣想著 當它是一個紅市反彈 紅市反彈都有回穩的時候 現在稍為回穩一點 好了,如果你從這個周線圖來看 紅市是一枝羊竹 其實走勢是回蠻好的 訊號是不錯的 如果真的反彈上去 大概24,500區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紅市反彈 可能看著這些位置能否再上 首先,24,540點 就是24,500區 就是這個前浪底 即是2018年10月的低位 另外就是這個三角形阻力線 大概25,000左右 這個區域都是比較大阻力的 事實上,如果看回日線和衡生指數 3月19日的低位 以及3月23日的低位 形成了一個小傷底 項線位就是中間這一天 中間20日這一天的高位 就是22,805點 22,805點 22,805點 現在已經站了上去 連續三天站在22,805點之上 確認了這個短線反彈 確認了之後 如果是量度升幅計算 大概就是去到24,500 就是剛才這個周線圖的位置 所以短線 雖然我知道有週一的恐慌 不排除週一真的要抖一抖 不過抖一抖之後 可能還有一個紅市反彈未完 還要看著24,500 站在24,500之上 才再考慮 是不是這個不止是紅市反彈的後話 站不到在24,500之上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可能要預期反彈都差不多了 到時持有的貨 都要考慮在這個高位準備要出 當然現在星期一可能都要抖一抖 看看抖一抖之後 是不是下個禮拜中之後 又有少許可以大抖 為什麼都比較估計到 有個紅市反彈繼續呢 最主要是昨晚G20通過電話 說出5萬億美元的資金去救市 G20 5萬億美元 其實美國的法案都出了2萬億美元 再加上聯儲局又扔了很多錢出來 中國其實呢 他今天都有那個謹爽都說 其實現在中國總共用了多少錢呢 加加賣賣呢 現在就大概3千多億美元 當然啦 中國不止的 將會都會陸續加碼的 那一連串這些 各國20國呢 就是說是大家會出錢 可能穩定到這個疫情 就是對經濟有少許幫助 但是是不是真的指到疫情的發展 當然不是啦 昨天和大家都說到啦 美國最快就在3月26日公佈的數字 就會超越中國 那結果當然也是啦 那他單日新增的數目 超過16000宗了 16821宗 那現在總體的數字是到86000宗 超越了中國的了 照這個速度來看 應該3月27日公佈的數字 就突破10萬的了 美國就應該全球最多人感染啦 疫情這個 繼續都還未受控 那是不是在一個禮拜左右 兩個禮拜左右可以受控呢 都不知道 大家都要看著疫情做人 美國這個疫情 真是簡單說一句 未受控 好了 那這個歐洲方面 都還在爆 意大利封了成這麼久之後 竟然的數字都還不是很回落的 都還有6000宗新增國漢 以大利最慘的 去到80500宗的了 那他死亡人數 8200多人 就是說他死亡人數 相對於這個確診人數 是超過10%的 真是 他的醫療系統崩潰 就是其實救不了 只是救那些年輕的那些 那些老人那些 全部都不救 所以死得很多 那西班牙 8000多宗新增國漢 德國6000宗新增國漢 德國開始少了一些 好了一點 不過 法國現在的數字 新增3900多宗 近4000宗 法國其實 由於他的測檢系統不足 所以其實實際數字應該不止的 應該都在爆 西班牙 法國 意大利現在還沒有改善 德國 然後輪到英國 這些英國現在的數字 2000多 比之前那天的1000多多了很多 應該陸陸續續上去 整體來看整個西方 就是美國 西歐 疫情仍然都很嚴峻 所以 這個暫時 就是疫情那方面 是會困擾的 還有會令到經濟差 昨晚美國公佈的 那個新新增金 西歐救濟人數 去到328萬 大家的數字 好害怕 很好 這個數字 其實我相信 美國的國會議員 都知道了 否則的話 怎麼會96對0票 就是 一致通過了 那個2萬億救市方案 那一聲 我都說 就是什麼 黨真不覺的 越快通過越好 那預期今晚 美國的眾議院都會通過 特朗普快速都會簽的 然後三個禮拜之內 就是 國民會收到支票的 那這個是對經濟系 有衝擊 有打擊 但是收到支票之後 大家起碼就好一點 其他 其二 你又不要想 那些失業的數字那麼高 就一定很慘 首先 他有失業救濟金拿 其二 其實根據新法案 其實他每個禮拜 還可以多拿600元 拿600美元 600美元一個禮拜 就是根據這個新法案 所以 其實真的 他們全部留在家 不上班 都是有錢收的 對普通藍嶺來看 就是說 真的做服務業 那些 其實是OK的 當然之後經濟會衰退 之後才會再算 所以整體來看 現在來說 就是說 你看道指 為什麼昨晚 聽到這麼高的數字 三百二十八萬元 他都反彈 他都有一千三百幾點的升幅 就是這個 剛才說的 因為其實大家會預計 政府會派錢 還有派得很好 這次派得很好 所以市場 有些反應 現在來到接近保育加通道中軸 不排除會有跌倒 跌倒一下之後 疫情不好 所以跌倒一下 跌倒一下之後 可能還有一個反彈 看看是否可以還有一個反彈 但是最主要去到什麼 什麼位置 就是這個三月十一號的低位 這個低位 大概是 兩萬三千三百二十八點 現在兩萬二千而已 兩萬三千幾點 因為這個下跌滅口 它衝上來 可能去到兩萬四左右 才是一個重要的阻力 其實這個納子 其實升幅是不錯的 衝上來 很多納子重磅的成分股 其實走勢的圖上高 做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那些 它本身的基本因素是不錯的 當然 疫症之下 不是說這一刻 大家一湧進去看好它 不過 我覺得那些大 譬如說 蘋果 微軟 亞馬遜 這幾隻 還有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其實 我覺得 疫症當然會令到它大跌 但是之後的問題 其實不會很大 那標普500 相對來說 現在它大概要彈到2700這個水平 就是它凳完之後 有機會再上 上到2700 但這一刻 看看它就有多深 這一刻我不敢猜 這刻以後 看看是否可以再上2700 OK 今天港股又不是說沒有股做得好的 例如好像李寧那樣 業績好 升13% 這些股真是太低殘了 現在內地復工之後 陸陸續續 其實對這些消費股 過分低殘的 可以考慮 你說這些都還是擔心的話 還有股 不是現在馬上買 不過有人告訴你 是可以的 就是疫症之下 你相信疫症一定是相信這些 譬如說 李嘉誠 李嘉誠爭持了 長和 他當然爭持50元以下 那你就等了 現在52個狗彈了上來 可能星期一有一個恐慌 後應又跌 看看是否有機會50元以下 你說再低一點 45元以下都可以的 他曾經最低見過45.05元 就是你買得低於李嘉誠 50元以下都可以 那你就等他降下來 那長和是這樣 長實集團 其實都一樣是衝上去 還有楊竹 兩隻來看 媽媽就長和 其實兩個沒有關係的 總之長和就是大一點 那我自己覺得 兩間你可以分開 各自都買一些 那不用高追 50元以下 長和 那長實集團 那就是40元以下才考慮 好了 總結而言 星期一 可能有一個恐慌效應在出現 所以有機會躺一躺 但是之後 我覺得 各個集團 就是20個集團 或者美國那些做事之後 可能躺一躺之後 還有一個小反彈 那個真是熊市反彈 看看是否可以 還有這一步 之後 再看看它是否 究竟反彈完結 還是 還有得再上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謝大家收看